各位同學午安 好 我們今天準時開始 因為時間非常的有限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 邀請到我們台灣的第一位數位政委 也是最年輕的 唐侯委員 那今天他會用Q&A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學已經開始提出問題 那我們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唐委員 謝謝老師 好 那我剛剛有說過一次 不過有一些同學是剛剛才進來的 所以再講一次 我們今天的討論 整個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完全是由大家來決定題目 那所以大家看到那個社會企業道 社會創新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不過我看很多朋友 還是有提了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也會來做回答 那提問題的方法是 如果你有手機 或其他可以上網的裝置 要連到這個網站SLIDO.com 然後進去之後輸入00411 然後按join 就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提問的平台 我也試過用具名的 或者是用舉手發問 可是通常都只會受到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 那但是這種匿名的平台 反正大家都愛滑手機 也不知道是誰問的 所以常常才可以受到比較挑戰性的問題 甚至有人在底下就開始聊天了 這個都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就可以按讚 按讚數量越高的 越會浮到上面 我沒有辦法保證說每個問題都回答 但是按讚數量高的至少表示說很多人都關注 那這樣的話我就會優先的來回答 那我在回答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隨時有什麼想法 你也很歡迎在SLIDO上面來追問 那或者是說隨時舉手或不舉手來發問 也都是OK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18個熱門問題了嘛 那這個工作就會一直做到上面完全沒有問題為止 如果一個半小時之後就是大家準時結束 但如果一個半小時之內這邊問題竟然都回答完 也沒有新的問題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今天大概也不會發生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這個agendaOK的話 我們就這樣子開始了 好 那首先有14位朋友想要知道 近期大陸應該指的是中國大陸不斷釋出對台的優惠政策 導致台灣人才的外流 那請問在大陸工作跟在台灣工作的利弊的分析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想就是台灣這邊我們能夠做的社會創新 跟在北京當局的實質治理範圍裡面能夠做的社會創新 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能夠做的方向是我們的公部門 民間部門 私部門自發的去組織 那但是呢他們那邊做的比較是top down 就是由政府來告訴大家說 就是有不同的社會力量 然後哪一個社會力量拔河 現在就要在某個特區特別去注重某一隻這個利益關係人 那其他人暫時犧牲一下 那在台灣我們的發展其實是跟這個不太一樣的 我們在發展我們政府的角色尤其在截嚴之後 到現在越來越變成是說 我們政府是不是去做一個仲裁 而或者是去做一個指導 而是去說我們不斷地問大家說 社會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力量 那有沒有什麼是大家可以共享的一些價值 都認為是對的事情 那如果有些共享的價值 即使立場不一樣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些創新 這些創新是可以結合大家的力量 而不是抵消彼此的力量 或者只做一個部分 犧牲其他的部分 這樣講非常的抽象 所以我們來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像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就是台灣有一個社會運動吧 叫做G0V就是臨時政府 那臨時政府我自己是從2013年就加入 然後做非常多G0V的網站 那G0V的專案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就是大家覺得政府沒有做的夠好 或者乾脆就沒有做的部分 那大家自己去想像政府可以怎麼樣做 那政府的網站都是GOV.TW結尾 那G0V.TW結尾的網站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政府哪一個沒有做好 你把O換成0 就是一個0的轉移 你就會進入這個Shadow Government 就是影子政府 臨時政府這樣一個網站 那G0V有非常多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像預算視覺化 或者萌點或者是求職小幫手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像這個是臨時的空污觀測網 這個就是跟一個叫空氣盒子的另外一個專案來合作 去做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是讓民間自己想要知道附近的PM1.5濃度 或其他的濃度 自己可以很便宜的拿到一個類似這個觀測站 像一個很小的東西 可以放在陽台 可以放在學校 可以放在自己家裡 那比起環保祖宿的測站 它當然精確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呢 因為就是和大家實際住的地方比較近 所以大家就比較知道說 我的活動範圍裡面的實際空氣品質 而不是離我比較遠的環保署的測站的空氣品質 所以一下子就到大概2000多個測站 那雖然每一個單獨的精確度都沒有很高 但是加在一起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趨勢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可以結合各種各樣不同的技術 像有人用無人機去 在這些站點上空100 200 300米 去測量高空的就是空氣的品質 這樣它就可以知道 哪些是移動污染源 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固定污染源 又或者說有朋友結合 所謂分散式帳本的技術 那它放在一個就是具有公信力 不能篡改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我這邊想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北京當局 在亞洲的任何其他國家 不要說到2000個站點了 大概到200個左右就會被請去喝茶 或者是茶水表 因為亞洲大部分的國家 對於這種公民社會自行組織 到它威脅到政府的可信度 或者是政府的公信力的時候 其實都是抱著一種 比較想要控制的一個看法 那尤其是像這種就是有政治性的 像今年是選舉年 但是台灣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對於公民社會 這種自行串聯的這件事情 在檢驗之後 越來越傾向於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 一個態度 就是說中央政府常常看到民間 有這樣子的創新之後 做的事情就是去把民間的這個 創新的力量納入公部門 變成治理結構的一部分 那像這個我們就用 好像說公共民生物聯網 它是一個數位建設的 一個前瞻基礎建設 我們就花了可能47億元 去建置高速的運算的平台 然後讓這些資料都可以 集中到國網中心去 然後讓不同的大氣模型 可以之間就是實質的 在同樣的資料上面 進行彼此的討論跟比較 而不是大家各拿一部分的資料 然後在報紙上彼此喊話 又或者說我們會請工研院 幫忙去做便宜的PM2.5的感測器 來提高這個公民科技的精確度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發展出來的創新的模式 它就很容易的整套 去輸出到世界的各個地方 想要用類似的方式去解決 他們的就是人民不信任政府 對於空氣品質的良策 的這個社會問題的一件事 那像這樣子的創新 其實他在北京當局是 不要說鼓勵了 他是根本不可能看到它來發生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所謂的 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模式是 我們盡可能的政府去做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然後我們盡量讓在做其他 另外16個題目的朋友 各自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然後有可以結合的地方 然後以不犧牲任何一個為原則 那事實上也不可能犧牲任何一個 真的犧牲任何一個馬上就上街頭了 那但是在北京方面的話 他們會比較會選定一個特區 這個特區就是專門做某一個題目 那犧牲別的利益也無所謂 那就這樣做下去 那所以我其實並沒有批判他們的意思 就是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智力結構 他們比較是top down的 那我們比較是peer to peer的 那如果你想要做的題目 是比較需要跨部門 跨領域 跨國界的這樣子一種協同合作 那我覺得這些題目在台灣比較好做 也比較好擴散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的 真的就是你需要一個由上而下的 非常快速的命令式的 這種有效率的這樣子的資源的調度 那在北京方面的這個創新特區 這些東西做 其實確實是比較快 也比較快速的能夠取得資源 只是說當你就是那個玻璃天花板 就是你一威脅到那個政權的組織的 組織能力的時候 可能會突然之間你就發現說 你被趕走了這樣 所以就在理解到有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的天花板的情況下 我其實並沒有覺得說任何的國家 或任何的地區是大家不應該去的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因為我比較enjoy的是 去找出本來社會關係裡面沒有的 新的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種比較開放式 點對點式的這種創新 所以這個比較不是利弊分析 這個比較是你做創新的題目的選擇 那如果你的選擇是這種的 那我會覺得說台灣現在蠻適合就是跨國的 以及跨領域的人才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你想要選擇的是另外別種的 那當然可能有別的地方是更適合 所以我覺得人才外流並不是一個問題 重點是他有沒有雙向的交流 如果有交流的話 那就是到某個地方又可以回來 只是以前台灣對於外國人才 以及外國的就是想要對台灣有所貢獻的朋友 確實是處處置走 那不管是我們在他們的居留 他們的這個一定要投資 或者找到一家大公司倍數才能夠待 不然三個月就得走 或者是在這個一些福利給家人的這個健康照護等等方面 都相當不好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好比想說我們跟新加坡人好了 兩個朋友 然後一起挑了一個創新的題目 來解決亞洲的一些共通的問題 那在以前確實九成的機率 就是台灣人就跑去新加坡 然後兩個人就在新加坡創業 而大概不太可能是新加坡人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創業 那這件事情我們現在就是從今年開始 透過外國人才專法 透過一系列的就是吸引這個新創的一個措施 我們目前至少就是讓大家在認識國外朋友 他們來台灣能夠找得到以他們的語言的資源 或者是說以我們現在的幾個產業發展的主軸 像AI台灣這些部分 還有充足的這個英文的文件 有一站式的這個服務網 然後有四合一的就業金卡等等的這些東西 它至少都是用需求反應式的方法 我們用一個線上線下的諮詢的方法 實際去訪問在台灣工作的外國的新創的夥伴們 看哪些碰到哪些困難 裡面我們就發現九成都是政府造成的 現在是我們在找他們麻煩 那所以在這一次外國人才專法的修正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把之前政府造成的麻煩 差不多都解消掉了 那所以至少現在是會有一個對流的情況 我們並沒有覺得說 大家出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們沒有說過的這種心態 但是就是從外流改成對流 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是大概比較high level的一個回答 有一個朋友想要知道說 如何看待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走向 我想先對社會企業做一個定義好了 社會企業在我們目前的定義就是 它有一個社會使命 有一個social mission 它想要社會變成某個樣子 然後它有持續的發揮社會的影響力 就是說它每年或者每個月或者每一季 能夠告訴社會說它實際在社會上面造成了哪些改變 那在這個中間它有一個營運的模式 它有一個商業模型 所以一個mission 然後一個business model 然後有impact 那這三個加在一起 就是社會企業的一個要件 那但是我這邊想要講的是說 像我們做就是臨時政府 或者是這些空氣盒子 它一開始並不一定有一個business model 因為它不一定要賺錢 它只要用非常低的成本來運作的話 它還是可以有一個社會使命 然後達成社會的改變 社會的影響力 但它中間不一定需要一個營運模式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它還是一種社會創新 是一種social innovation 只是它的創新 還不是有落地到變成一個營運的這個企業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一個社會創新的組織 但是它也是整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回來看一些具體的例子 像這些都是在台灣已經努力了大概二十幾年 也可能大家都有聽過的一些社會企業 這張主要想要講的是說 社會企業並不是限制於某個組織形式 在英文social enterprise 其實entreprise可能這邊翻成事業是比較對的 就是它有一套做事的方法 那在我們這邊企業的時候 往往大家會想到就是公司的這個組織形態 那當然公司組織形態像李仁 這是非常成立的 它事實上是蠻大的一家公司 它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就是環境友善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它也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 但是在台灣其實還有更多的朋友是在用 可能農產運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等的 這種合作社型態 合作社型態就是不是一股一票 而是一人一票 它好像是一個小的自治體 在這裡面大家維護這個自治體的共同利益 但是對外又發生社會影響力 像這種社會企業也是很多 那或者是像台灣有一些大的NPO 像喜漢兒 他們也花很多時間去發展他們的商業模式 但是這個商業模式 還是為了他們要照顧喜漢兒來服務 那其實像喜漢兒這三個字 就已經是一個社會創新 因為在發明這三個字 有一個設計師發明這三個字以前 大家用的是 可能比較醫學的名詞 是說唐詩症 或者其他的醫學名詞 那大部分就是說是智障這樣子 所以它上是一個有貶義的一個名詞 那大家發明了這三個字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去想說 這個是不是不完全是貶義的 或者是說 這些所謂的社會的弱勢 在某些情況下 它是不是其實反而是有優勢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我自己現在看到的 台灣很多社會企業的發展方向 有兩個 一個是說去翻轉大家對於弱勢 或者是對於偏遠 或者對於 總之就是社會上面社會地位 稍微低一點的朋友們的想像 那這個是所謂的翻轉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它會有所謂的行業之間的結合 那我這邊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叫做點點扇 點點扇 是一個設計公司 那這個設計團隊呢 它是一家社會企業 它做的事情是叫做服務設計 服務設計就是 有點像產品設計師 怎麼包裝一個東西嘛 那服務設計師 你怎麼去看一個體驗 然後他們的服務設計的社會使命 就是去系統性的 找到社會上面的弱勢的朋友 然後試著設計出一系列的體驗 讓大家在經過這個體驗之後 就發現說其實他們在某些情況下 不是弱勢 而是優勢 舉例來講 像他們有一系列的這種視覺設計 像這個犀牛隊長啊 或者這隻狗啊 這個貓頭鷹啊等等啊 這些都是喜漢兒畫的 那所以他們就是發現說 喜漢兒它其實是有很好的 怎麼講 就是想像力 那在這個想像力裡面 其實換成我大概也畫不出來 它可以很吸睛 然後很有它的視覺辨識度 那在這些部分裡面 其實喜漢兒反而是強勢 而不是弱勢 或者是說 他們會跟一些盲人的團體合作 像也有另外一家社會企業 做類似的事叫黑暗對話 它就是在一個全黑的房間裡面 然後大家一起開一個共識營 或者一起開一個工作坊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放到全黑的地方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有點手足無措 但是你就會聽到這個很有自信心的引導員 帶領大家完成一項接一項的挑戰跟任務 然後讓大家彼此之間 更能夠這個互相溝通 但這些引導員就都是盲人 所以大家就會發現說 在他們的那個領域裡面 在他們的棲地裡面 他們是優勢物種 我們都是這個被 就是手足無措被帶領的 那像這樣就是翻轉大家對盲人的看法 那阿古像最近他們有做一個叫天賦城市 就是翻轉大家對接賣者的看法 接賣者大家可能都碰過 就是可能行動不太方便 然後做個輪椅 他可能是想要賣你口香糖 或者衛生紙或者其他的 大家應該都碰過嘛 那接賣者我們從服務設計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有三個痛點 就是一個是資訊不平等 就是大家在看的時候 其實接賣者不會花五分鐘 給你一個elevator pitch 告訴你他的business model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不太知道 他後面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會有一些疑慮 怕說他被利用啊被控制啊等等 心理上就已經有一個距離 那第二個說他的互動可能比較有限 他的interaction可能就是只有先生小姐身形好 之類的這樣子一種互動 那這個互動其實你一次可能覺得 這個好吧那我就買了 那你第二次他還是相同的互動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會因此而更認識他 所以他對這個CRM就是怎麼樣留住顧客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衛生紙也好口香糖也好 旁邊編譯箱店也買得到 而且事實上還比較便宜 所以事實上也沒有什麼道理要跟他買 那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在服務設計的過程裡 我們想要翻轉的就是touch point 就是你每次碰到這個服務的時候 怎麼樣去改變大家心裡的這個感受 所以點眼扇不是自己去做 它是去結合各個不同的社會企業 像有一個叫人生百味 他們專門就是做街友或者是無家者 或者是這些神性障礙者 他的生活照顧跟職能訓練 然後就打扮得很professional 然後讓他們能夠更有效的去進行溝通的工作 那這是一部分輔導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台灣有很多做輔具的社會企業 他就可以把那個輪椅打造成一個漂漂亮亮的 符合人體工學的行動工作展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液晶螢幕 他可以用來播互動式的公益廣告 而且下雨還可以折起來 變成當雨板之類 所以他就把那個輪椅弄得很潮 那這是另外一些社會企業的工作 那又或者是說他會去看某一個城市 正在要進行哪些活動 像台中可能要辦花博 可能會需要解說員 或者台北現在是公平貿易制度 他可能有些公平貿易的農產品 或者是一些茶 咖啡 那也就是讓它上面承載的這些product 能夠更有variety 就是更多元 然後就可以做出區隔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他們弄出這套原型車之後 他們並不是只是把剛剛結合的那些社會企業 所提供來的服務做整合 他們事實上還透過群募的方式 在群眾募資平台上面 讓大家都能夠參與這個計劃 這很有意思就是 他們本來只是要募80萬 那當然很快就超過100萬 但重點並不是說你付了錢 然後拿到什麼贈品 或者徽章或者T-shirt 而是說表示說 你對這件事情投注了一些關注 買到的是什麼呢 是一個參與權 所以很多參加群募的朋友們 就會集思廣益 去幫這個新的原型車 去加很多東西上去 像它沒有無線網路熱點 它可以當網路分享器 你的手機如果沒有電了 你可以讓它就是幫你充電 那快速充電這15分鐘 它可能泡一杯公平貿易的茶給你喝 然後分享一下 這個你們的生命故事等等 那如果忽然下雨了 它前面有一個植物箱 也可以放一些折疊傘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 好像移動式的愛心傘的據點等等 所以這邊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這裡就體現了剛剛講的兩個事情 一個是說對於弱勢的想像的翻轉 社會連帶的加深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的跨業 異業的這個結合 所以任何社會企業 它都不是自己單獨存在 而是在一整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裡面存在 它有跟它想要解決類似問題的朋友 它有它的上游跟下游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目前看到 常常會出現的一些狀況 那我覺得現在很好是說不只消費者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有一些是把抵制的能量 變成任命這個有良心的 有社會使命購買的能量 我們也看到很多工作者 他也會discriminate 就是說他的僱主如果有社會使命的話 他才願意去加入 那我常常舉一個例子就是 幫我剪頭髮 燙頭髮的這一家社會企業 叫做好減財 財是才能的財 那他是在台北非常文青的 有兩個減髮工作室 那我實際去燙頭髮的時候 幫我洗頭的那位朋友 他是台南上來的 然後他就分享他的故事 就是說他確實是學美容美髮的科系 但他當時在104還是518 隨便啦 某一個網站上面看履歷的時候 看那個posting的時候 他只有投這一家 如果這一家不錄取他的話 他也沒有想要到台北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家 他不只是優於勞基法的工作環境 這當然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的社會使命是縮短這個學用落差 他會提供這些機制生 一個很有progressive的一個升遷的管道 那所以他不會一直洗頭 而是說每個禮拜有課程 賠勵到一個程度就可以升設計師 到一個程度就可以展電 然後他們的一些時間 會用來在他們所在的那個社區 幫那邊的外籍的移工 外籍的工作者 或甚至接下來無家者 去進行議檢 在這個議檢的過程裡面 換他們去講他們的生命故事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促進 他們跟那個社區的社區連帶 你要說這是行銷手法嗎 這也是行銷手法沒有錯 但是這個行銷手法 他在過程裡面 可以把那個社區凝聚起來 然後有更多的社會 正面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就是說同樣的 我們從各種各樣各行各業的例子 大概都可以看到說 目前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 是朝向去把所謂的弱勢的想像翻轉 以及各種不同跨領域 跨世代的結合 這兩個是目前有看到的發展的走向 有位朋友問說 比特幣的概念的肯認跟定位 比特幣它後面的一個概念 是叫做分散式的帳本 就是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誰都不能夠抵賴 誰都不能夠篡改 然後我們大家手上都有一份 我們不用相信中間的某一個人 它是一個分散式的帳本的一個資料庫 那當然如果比特幣 把它當作一種貨幣來使用的話 它現在其實有很多 我們期待貨幣有的特性 好比像說這個快速的交易 目前比特幣就很難去做 但是有比特幣之後有很多虛擬貨幣 慢慢的在解決這種 就是清算速度不夠快啊 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但是我們目前看到 它後面的分散式帳本的用法 其實是就是更多的 它不一定是要當作虛擬貨幣來使用 它也可以拿來當作法定貨幣 2017洪水災後重建 那我跟這個專案沒有關聯 我只是它是第一個 所以我就試試看 那它發起的是中央大學 尤努斯的設計中心 那尤努斯大家可能知道是一個經濟學家 那它提出了一種社會企業的做法 就是它雖然是公司 那它百分之百的盈餘 都必須投入回來這個社會使命 你如果當年出了一百萬的股份 你最多只會賺回一百萬 第一百零一萬開始 它就繼續來做這個社會使命 所以可以說是用公司的方式 但是還是去做公益團體做的事情 好 那這個中心就做了這件事情 那但是這個事實上是跨國的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有誰贊助 流向流到哪裡去 然後在他們那邊的責性 到底要怎麼樣互相銜接 那他們這邊用的就是 應該是以太方吧 這個分散式帳本 它也是全球都在 大家手上都有一份的 有複製的一個公共的分散式帳本 那在這裡面你就可以去追蹤說 誰捐了多少錢 然後錢越多應該是縣會越粗 然後它有沒有按照那個啟程 匯到它想要匯的那個地方 在那個當地他們的登陸或者登記 是可以由第三方在這個區塊鏈上面看到 這件事情真的有發生 它有一個independent audit 那這裡的重點就是這個站長本身 也沒有辦法篡改這個數字 就算這個網站倒了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公共鏈上面的資料 很快的自己加一個網站 就還是可以繼續追蹤這個群幕的進度 所以他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達到就是透明跟責信 責信就是說到做到 那透明跟責信這兩個property 這兩個要素就可以讓大家比較願意掏錢出來 因為就比較知道說我的善款是用在可以信任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區塊鏈或者是後面分散式帳本 它其實就是一個用比較少的成本 然後來取得比較多的互相信任的這樣一個信任的一個放大器 但是它當然不是能夠徹底的完全解決信任的問題 你還是要有那個能力去知道說這個智能合約是怎麼寫的 它使用的那個公開鏈它的就是上面的code是什麼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它跟所謂的法律所保障的信任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是說現在這個法律不是靠律師或者是人來解釋 它是靠機器來自動執行 但你還是要有足夠的法律素養 就是你還是要看得懂上面的智能合約怎麼寫的 你才能知道說這件事情它真的是有說到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在它作為一種流通的貨幣之前 我們可以先去想說它透明責信的放大的這個能力 能夠用在哪些地方 那不管是在醫療上在這個停車 停車位就是你停到某個地方到底停了幾分鐘 的這種事情上 或者是剛剛的那個空物的觀測 它怎麼樣寫在一個不能篡改的分散式帳門上 這些東西可能都比它作為貨幣要來的有用 有社會價值 但是我想台灣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並不是經管會主委 或者某個社會政委說 我覺得它應該這樣用 然後整個社會就會往那邊 完全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概念叫做沙盒 就是sandbox 沙盒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有系統的來違法 如果你覺得說你就是要用區塊鏈科技 去做可能類似保險或者借貸 或者是某種金融服務 那這種金融服務不是目前經管會 所認可的服務 那你可以去告訴經管會說 接下來的6到12個月 我要申請一個創新實驗 這個創新實驗的意思就是我要違法 那你要告訴他說我要違哪些法 然後甚至不是經管會主管 別的部會的法規命令 你也可以說那我要違反 那大家就會去看說 有沒有可能 在這6個到12個月裡面 我們可以實驗出來說 你的這種創新 是真的對社會有價值的可能性 只要有這個可能性 然後它不要踩到某些想法務部 你不能拿來自控 就是說你不能說 我試試看6個月的資助恐怖分子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大概沒有辦法 但是就是說你不要踩到這些底線的話 那你都可以違法 那在這個違法過程裡面 跟它相對的就是你要把中間產生的資料 跟你產生的這個營運的記錄 讓整個社會的厲害關係人 就是所有受這個服務所影響的人 在這個實驗結束的時候 一起來去評斷說 這個到底對社會是不是這樣好事 那如果到最後大家的決定是說 這是一個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這個創新我們應該要認可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給立法委員跟行政院的官員 一個很好的一個依據 去說好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納入我們的法規 以後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行業 那這個行業就是有 開始有競爭者可以進來 那如果到最後大家發現說 這真的不是一個好主義 那至少它的曝險部位 跟它的人數都有限制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感謝你的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以後都不要這樣做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這個概念 就是我們希望民間來引領政府創新 而不是政府來指導大家 要往哪些地方創新 我們對自己的定位現在是 我們幫各位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各位的問題 那而不是說我們直接跳到最前面說 現在社會有三個問題 大家就趕快去解決 不是這樣子來做 對 所以我們所謂幫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解決問題 後面我們 我剛剛其實講了就是 大概八九成可能是政府造成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找到 然後我們哪裡擋到大家的路 然後快速的 有效的去把這些部分去鬆綁掉 有16位朋友想要知道 我對於台灣現行的教育體制的看法 這個問我其實不是很準 因為我就沒有在台灣有什麼教育體制 然後我15歲就輟學了 所以其實我高中也沒有念過 大學也沒有念過 所以我不知道教育體制有什麼看法 但是我想我可以這樣分享 就是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是在12年 國教課程發展委員會 那我們做的事情是 所謂的107課綱 就是即將要上路 現在是108課綱了 就是即將要上路的 那個國民教育的課綱 那個課綱 我覺得跟之前的就是99課綱 或者更前面的課綱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那這就是我們對教育體制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新的想像 就是本來的叫做技能導向的教育 那我們現在要改成叫做素養導向的教育 什麼叫技能導向的教育呢 就是它是強調競爭力 把這個社會所需要的能力分成大概10種 然後大家進來之後就分科分流分析 然後在這裡面就可以去排序 然後把最適合的做這個科系 或者做這個技能的人就是拍拍手好棒棒 那如果不太適合的話就再改支援這樣 那所以這是以前技能導向強調競爭力的做法 但是這個做法現在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現在7歲小孩上小學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12年之後 到底會有哪些科系 或者到底會有哪些技能是社會所需要的 因為領域之間的整兵實在太快了 然後甚至整組整組的技能就是會被自動化取代掉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告訴小孩說 12年之後就是會有這些技能 社會所需要的沒有任何人可以預測這件事 所以我們在做國民教育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反過來是說 那有哪些素養就是它是內在的動機 是小孩如果培養出來的話 那不管技能再怎麼改變 它也可以去適應 可以是一個終身的學習者 那所以我們就歸納出所謂三面九項 就是三個大的素養 就是自發隨時保持好奇 然後自己有能力去找到學習資源的這個能力 互動就是去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 也能夠進行溝通 能夠糾團組隊的這個能力 然後共好 就在這個過程裡面不是剝削別人 不是把別人當工具 而是能夠找到大家共享的價值 然後創造出一些共同的價值的這個能力 那所以自發互動共好 我們覺得就是可以用來教小孩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對本來老師的角色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如果老師是很權威的 然後今天要上什麼課 完全是老師說了算 那其實他跟各位在台下 可能已經滑手機 在這個D卡或PTT或維基百科上面 這個自己有另外一個小圈圈 的這樣子一種教學現場 其實是相當程度的矛盾的 所以我們現在對蘇南角導向教學的想法 就是說老師其實他只是一個共同學習者 那學習的方向 或要解決哪些問題 還是是由學生自己出發 那老師是幫忙去調度資源 然後幫忙去試著去找到 這些創新能夠結合的場域 那這個大家可以發現說 跟剛剛講的沙河或創新實驗裡面 政府的角色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從一個管制者 從一個top down的這樣子一個議程設定者 現在變成是說議程是由大家來設定 但是我們盡可能去綜合大家的能力 跟綜合大家的資源 所以這個是目前新的國民教育的看法 那到大學教育 當然我就更沒有任何經驗 但是我的同事們跟我講說 大學接下來也會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就是我們的學會授予法 以及大學的社會責任 這兩個大的更動 之後會變成是大學 它會變成是跟學習者一個終身的關係 它不一定是18歲就要上大學 那可能你過兩三年再回來 使用大學的資源 來了也不一定就要讀完四年 那可能讀個一兩年 然後你就發現說 你這個東西可以去跟某個東西結合 然後你就去應用看看 應用完之後你就發現 你需要一些管理學知識 或一些別的知識 那你再回到大學來 所以它就比較像是成就解鎖的那個概念 就是你一個系進來 可能另外一個系出去 或者一個院進來 那學院可能是實體化 那又有可能是 你就是中間一直需要大學 就回來一下回來一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對學位的看法 對於這種所謂的學成的看法 其實都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在國民教育裡面 是讓高中階段就先開始做選修 那在大學階段 就會變成是跟終身教育 去做結合 那這個是目前的主要的方向 但是確實這是一個社會文化 一個很大的改變 主要還是家長的期待啦 就是如果家長還是覺得說 學校是一個技能的訓練所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大概不太可能滿足 這樣子的一種期待了 那這個是大家觀念上要改變的 其他大考中心或者是師陪 或者是教科書的這些書商啊 這些東西我們大概都已經有一些陪套 有14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台灣AI技術以及深度 學習的應用發展 我們現在有很多這種一戰式網頁 它的後面的網域都是 台灣.gov.tw 我們就會把台灣所有跟AI相關的 政府的政策以及最新的新聞 都集中在這樣子的一戰式的英文網站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其實AI的talent 它的才能者 它完全不挑它的工作的地方 做AI工作的一個特性就是 它是對任何產業 它裡面只要有大家不假思索 就可以做的工作 就是所謂的榮工啦 你大概都可以引入機器學習技術 然後好像當你的學徒 然後跟著你在旁邊做榮工 做兩次 三次 四次 然後到最後它就可以把這個部分自動化掉 這是目前AI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不是 它不一定是本身是一個產業 但是它在任何產業裡面 或者任何社會關係裡面 只要有榮的部分 就是人來會覺得無聊 兩個人來到最後做的事情 根本就是會一樣的 這種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去把它自動化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有很多行動方案等等 但是我這邊特別想要講的就是 因為AI它在開始把一些榮的東西 自動化掉之後 我們常常會需要去問說 那它為什麼做出這樣的結果來 最近大家可能知道的例子就是自駕車 自駕車它如果上面是完全沒有方向盤 然後也完全沒有人在駕駛座那邊踩煞車的話 那我們就會要問說 它如果超速了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攔下來 如果是一個人在開車 你可以跟它有實質的對話 但是如果現在上面是完全沒有人的 那我們就要學著 怎麼樣跟這種有點像新物種的東西溝通 所以我們在台北空總有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這裡就是我們會 這個也是寫漢而畫的 所以真的是優勢物種 因為你要我畫這個我還畫不出來 Anyway 這是一個大家一起設計的一個空間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這個是在 就是建國花市旁邊 就是本來的空總的園區 那它這個地方是 當時我們上百家社會 也透過五次的共同創作的工作坊 一起許願然後做出來的 政府並沒有在這裡面去硬性的規定 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看到的一切都是 大家實際在這邊 然後反映大家的需求做出來的 那所以在這裡面呢 就有坐無人車的朋友 就是北科他的朋友跟MIT的Media Lab 他們就在實際在這個場域裡面 整天在開無人車 但是這個無人車是三輪車 就是說它的速度相當慢 它事實上不太需要法規的鬆綁 因為它用的路權是行人路權 然後因為它開的這麼慢 你被它撞到也不會怎麼樣 那所以這種 這個無人駕駛的三輪車 就很適合 因為很便宜 然後大家都可以很容易自己做一套 因為是開放緣馬 那又是因為它是開放的 所以它是有很好的accountability 就是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下載那個記錄 然後試著搞清楚 它為什麼做出這樣子 一個轉向或不轉向的判斷 所以它很適合就是大學生來做實驗 你可以實驗 我記得有人在上面掛一個螢幕 他可能用一個臉 或者一個眼睛 來告訴旁邊人說 他現在在注意什麼 或者是他現在正在打算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他可以把它設計成 可以看得懂 比如說警察這個吹燒子 或者是招手 讓他這個要靠邊等等 就是你可以去試驗各種 這種慢速的無人駕駛車 跟人類的互動的方法 然後慢慢的一起去找到說 怎麼樣是大家最 comfortable 大家最覺得是說這樣子的話 它是能夠融入這個社會的 其實這個對於人類這個物種來講 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就是我們現在之所以會 就是用眼睛去追蹤彼此的表情 追蹤彼此的行動等等 這個能力就是Gaze的這個能力 它是據相當多的演化的文獻是說 都是跟狼一起演化出來的 就是人跟狗是co-domesticate 就是既是人尋化狗也是狗尋化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本來就有調適我們的詮釋 跟我們的行動 跟我們的理解能力 跟機器這邊去調適它的表達 跟詮釋跟理解的能力 然後慢慢到一個 大家都覺得comfortable的一個程度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就是反映所有想要做創新 這個創新可能感覺上甚至很天方夜談 像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 在這邊一天到晚辦活動 所以就是說各種各樣子的創新 它都在這邊有結合不同的創新的可能性 這個空間就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然後每個禮拜三我都是一整天都在這邊 所以任何時候對社會創新有任何想法 都很歡迎來這邊找我 所以這裡就是我們AI方案裡面的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regulatory co-creation 我們提供各種測試的場域 那接下來如果你不是無人的三輪車 而是四輪車 或者是開一開會垂直起降的那種 我也不知道算車還是飛機的東西 的話我們也會有一個無人載具的創新實驗條例 也是一個沙盒 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讓你能夠測你的這種新的東西 跟社會要怎麼樣去互動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AI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希望它是能夠融入社會的 而不是只是融入產業的 那在這裡面像我這個月底就會去矽谷一家 叫OpenAI 那OpenAI也是一個非營利的 也可以算作是一個社會企業 他們做的事情也是去探索說這些尖端的AI 怎麼樣子是對社會大家都好 而不是把資源或者是把權力過度集中在少數的人的手上 Anyway 反正這個想法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就是這個應用發展它應該是民主的 就是任何人都要覺得這沒什麼 我自己也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我就算沒有無人三輪車 我可以裝在樂高上裝在什麼上 我也可以自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有點像法律素養 就是我們在小學的時候就會開始教大家 基本的人權儀式 基本的公民素養 並不是每個人都要變成立法委員 或者是大法官 或者是法規會的同仁 但是在這個中間有越來越懂越來越懂的人 那每個人都可以把比他上一階的人的 這些專業的新的發展 翻譯成比他下一階的朋友們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社會是有法律素養 或有公民素養的社會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 而是少數懂法律的人 然後跟大家都完全不懂法律 只是被法律決定 那樣子的話就是權力的過度集中 那我覺得AI也是一個相同的一個狀況 有一位難得沒有匿名的黃子敏 這位朋友有在現場嗎 嗨 OK 想要說這個現今台灣很多人都說 企業的工作環境不友善 都嚮往國外的工作環境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當然就是像我自己 我自己在入閣之前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跟西谷 或者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這種跨國公司工作 可是我人都是一直在台灣 我偶爾飛過去 但是因為我很不喜歡開那種 很長的幾個小時的會議 所以通常我就是在台灣 然後就跟西谷的說 我只有我這邊半夜11點到12點這個小時 那他們就是剛上班 我只有一個小時給他們 那這一小時 大家把各自想要交接的坐一坐 然後我就去睡了 然後他們就去工作 那他們下班之後我才醒來 醒來之後我就開始好像批改他們的作業 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不會造成 就是被管理者的壓力 就是不會好像是那種直升機 一直在盯著他們的感覺 所以我們雙方生產力都相當的高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裡的重點是說 我知道我自己的作息 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習慣 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模式 所以我不管在進入任何職場的時候 我都會先做勞固協商 那像我現在接這個數位政委 那當時跟林全前院長的時候 我就提出三個勞固協商的條件嘛 第一個是說 我除了禮拜一禮拜四在院裡開會之外 其他時間你不要管我在哪裡 就是我要可以遠距工作 那第二個是說 我絕對不碰國家機密 但是我看到的東西 我都要可以公開出來 然後給大家看到 那就是說我 就是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我說我看到一切都有公共利益 所以我看到的東西都要公開 這叫激進式的透明 那第三個是說 我要希望我這整個工作的過程裡面 我不要對事務官同仁下任何命令 不要下任何採施 而是說都是用建議的方式來提供 那相對的我也不接受命令 就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其實在政務官裡面當然比較特別 但是我們也試著找出了 我可以有貢獻的環境 好比像說做開放政府就很適合這個 那做社會企業社會創新 其實也很適合這個 因為我硬去命令 其實社會創新者也不會聽我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 就很適合做某些題目 但是你如果要我現在去管好比像說國防部 那我當然不可能用這樣一套來做嘛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去選台北市長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有這個牢固協商的條件 那我試著去說服我的僱主 就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同意 那這個就是我從14歲載學 然後開始投入社會工作以來 一直的一個習慣 就是說我很清楚我希望我要怎麼樣的工作環境 那我願意做一點點讓步 但是沒有辦法到這個 到我昧著自己的良心 或者我犧牲自己的工作的效率 去迎合這個職場的程度 那所以就是 如果不符合的話我就找下一家嘛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讓我花最少的時間 來勉強自己 那最多的時間來發展自己的興趣 那這樣子的話隨著時間過去 我在我喜歡的事情上面的專業程度 或者是我能夠跟其他不同領域的人 協作的能力就提高了 那每一次提高都讓我更有牢固協商的這個立場 所以慢慢的我就可以爭取到說 我在很舒服的這個生活的台灣 然後用純遠距的方法 然後跟跨國企業來工作 所以我想國外如果能夠提供你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那當然是台灣這些資方要檢討的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那反過來講就是如果你能夠很清楚的 講出你的喜歡的工作環境或工作條件 那也許你也會發現說有一些社會企業 特別是我剛剛特別講的那些 又與勞其法的社會企業 說不定它是 也是一些年輕的創業者做的 或者是頭腦很年輕的創業者 願意去支持的 那我們目前看到就是說 你講得越清楚 有可能去找到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一位朋友問說 該如何解決台灣的低薪問題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這邊有幾件事情 我們目前說的這個低薪 它指的是說我們在帳面上面 就是大家實際的那個平均的薪水 或平均的消費力 它就是有一段時間沒有很大幅度的成長 就是平均起來這樣 那但是其實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同樣作為一個工作者 能夠享有的社會福利的程度 其實是逐年的都有提高 然後環境也有逐年變好 但是確實就是明目薪資 然後以及實際消費力 在某些領域裡面 確實是沒有提高 那這裡面當然 我覺得有兩個可以做的方向 這兩個方向都不完全是政府做的 但是政府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一個部分是說我們可以去保障 所謂的基本的薪資 然後跟部分時間的就業 而且台灣很特別的是說 我們在 大家可能有看過一個統計數字 說什麼我們在OECD國家裡面 公時是好像第二場還是之類的 但那個是把人平均公時 全部去除去算 如果是把我們這邊的 Fortime的工作者 跟其他OECD國家的全時工作者去算 台灣實際上是在中間的位置 並沒有特別高 它為什麼總平均特別高呢 因為台灣的全職工作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而部分時間工作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沒有部分時間工作的保障的專法 那大部分OECD國家都有 那二方面就是說 社會上大家會覺得說 部分時間工作就是打零工 或者是就是打工 那簡單來講 就是它並不是被社會所高度讚美 的這樣一種工作型態 它不會覺得說你好酷還有彈性 而是會覺得說工作好不穩定 這個回去要怎麼跟家人交代等等 所以但是事實上 一個人的工作越有彈性 它越有去談判或者組成工會 或組成某一個職業的聯繫的會的 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越有組織的能力 因為你如果完全是全職工作 然後那個工作時間又長到 你沒有辦法組織起來 其實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有再多的勞檢員都不一定有用 它會有一個邊界效應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去促成 工作者自己中間的橫向組織 包含資訊的交換 然後跟包含這個集體去協商的能力 那這個部分同樣的也是 勞動部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也是要靠整個社會的氛圍 來一起改變的 那我們看大部分的OACD國家 都是在這個法律上的基本的保障 包含對最低薪資跟部分時間工作的保障 以及工會的能力 自己組織的能力 這兩件事情都開始慢慢進入大家的勞動意識的時候 失職的待遇就會開始增加 或工作環境就會開始變好 那政府能夠做的大概就是去確保這個基盤 但是再往上的就是要靠大家組織起來的這個能力 有16位朋友問說想要提供一些面對未來競爭的建議 像是要累積的軟實力 硬實力 我想有一個想法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大家現在如果先想競爭力的話 往往會去想到就是在既定的跑道上面 我們怎麼樣做得比別人更有效率或者成本更低等等 這些都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國際合作的這個前提底下 其實我們常常要想的是協作就是collaborate的能力 就是說現在可能就是這個題目 剛剛那些永續發展的題目就是需要有ABC不同的這個產業鏈 那A這個是台灣習慣做的已經做得不錯了 那你所謂競爭力就是你把A做得更好 更cost down 什麼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也許整個社會需要的 或整個全球需要的是B跟C的人才 而且這些B跟C的人才現在根本就還沒有被發明 因為他們是新的需求 那像剛剛講到服務設計 可能20年前根本沒有這個可惜 所以我的意思說會有不斷地有emergent 就是新冒出來的這些discipline 或者跨領域的一些思考的方式 是大家可以去注重的 那我弟弟唐宗浩他是做教育的 那他教的大概都是一些自學生的家長 或者自學生的學生 那他就有一句名言 是說就是體制教育啊 他很像在一個賽跑的跑道上面 大家就有鳴槍起跑嘛 有人跑得快 有人跑得慢 那跟自主學系呢 就是說你在大家鳴槍起跑的時候 你就自己轉個方向然後開始跑 所以你就馬上贏在起跑線上 因為沒有人跑你那個方向 然後你就就是第一名了 對 那這個不是只是說精神勝利而已 而是說事實上確實是有可能 因為這樣的關係 你就看到了一個社會上 一個之前沒有被滿足的需要 然後你去調動現有的知識 然後現有的網絡 去試著去打造出你自己的學員們出來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你的實力 那這個實力它是無可取代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花很多時間去培養 所謂的暖實力啊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子去 去理解到對方真實的需求 怎麼樣去理解到對方的社會的脈絡 怎麼樣去找到說你的貢獻 怎麼樣去fit 在這個國籍的架構裡面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硬實力 軟實力 都是為了這個社會連帶而服務 那這件事情 你就比較不需要競爭力 當然你實際投入工作之後 還是會需要競爭力 但是那個就是賜於 剛剛講的合作協作的能力 那這個協作的能力 以及找到這個就是跨領域裡面 新的領域互相搭配的能力 我自己覺得是特別重要的 那這個就是要花一些時間去反思 就是什麼東西讓你真的會很有興趣 什麼東西是你在做的時候是不怕累的 什麼什麼東西是你覺得你的人生使命 或者是你對世界可以有貢獻的地方 那像這樣子的這種內在的動機 它就不會消耗完 但如果你完全靠外在的動機的話 通常到某個程度它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學習的一個阻礙 有位朋友問說 對於近期的斜槓青年的議題 目前的教育是否真的能夠跟上 現在的社會的走向以及變化 又應該如何因應 我想剛剛我對 社會國教課綱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從以教育體系為本位的 國民教育去轉向以學習者為本位 那也許作為本位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教育資源 包含就是剛剛講的實驗教育 或者慣性教育 就是所謂國民教育 或者是終身教育 像社區大學 或者是各個地方的資源等等 這些都是在切合著 這個學習者 自己找到哪些他想貢獻的問題 自己揪團去找各個不同專長的學習者 一起去解決這些問題的這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都可以有各種斜槓 就是因為一個題目 它一定不是只靠一種專長 或者是一種領域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隨著這個題目越來越大 像你本來只是想要知道 這個目前空氣品質怎麼樣 然後到最後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物聯網啊 AI啊 分散式帳本啊 這個各種各樣子最新的數學技巧啊 這個to face flow啊 這些東西你都得會 因為這個題目就是這麼大 那所以就是說從一開始就是掉到坑裡面 可能只是一點點而已 到後來發現說 不是只有你關心這個問題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關心類似的問題 這樣子一個互相學習的社群 我覺得是主要因應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因應的方法 它基本上是不會衰退的 因為任何繞著這種足夠大的社會問題 來解決的社群 像維基百科想要解決這個知識不平等的問題 它永遠都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也就是說有你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比較有可能變成你自己的 學習地圖的主人 而比較不會變成是說 好像教育體制要塞給你什麼東西 你就會有什麼東西 但是大學當然還是很有價值 因為它就是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這些學習者來運用 但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高教生 跟大學社會責任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這裡並不是大學生所獨有的 同樣的道理 大學的這個資源在社會能夠進來的時候 大學也可以走出去 去結合旁邊的社區或社會 去一起來看說 我們能夠來一起解決什麼問題 有13位朋友說 大部分人有大學文憑 卻有平庸化跡象 我想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大學文憑 所以我不知道有大學文憑是什麼感覺 但是 事實上我也沒有高中文憑 我也不知道有高中文憑是什麼感覺 但是就是說我們在做12年國教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把選修制度調到 從高中一年級 就是有點不分科的感覺 不管你是讀技術高中 或者一般高中 或綜合高中 你要轉科的時候到高二 都很容易去轉 所以高一有點像 就是大一不分系那種感覺 然後到高二高三的時候 我們就放了非常多選修 跟校定必修 跟校定選修等等這些制度進來 等於把大學提前在高中實現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說 其實18歲真的就是成年了 18歲現在很難吊詭 他在刑法跟兒少保護法上成年 但是在民法上沒有成年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在公投法上成年 但是選爸法上沒有成年 但是anyway 總之我們覺得18歲理論上就是成年了 然後能夠自己做決定 所以18歲的這個階段 在以前常常是因為高中 他你進去之後 好像就掉到一個軌道裡面出不來 你要下次再轉換的時候 你只能靠大學 所以好像非念大學不可 只有在大學才開始比較有選擇權 那我們接下來是希望能夠 設計到說 你在高二高三的時候 就有許多次轉換的可能性 那在這裡面到高三的時候 就可以找到一些 能夠跟社會有所貢獻的地方 也許進大學也許不進大學 但那個方向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我想這個平庸化 它還是在學制的設計上 但是我再次強調就是說 我們設計的這一套 這個帳面上都非常美好 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最大的阻力還是家長 如果家長還是覺得說 28歲就是小朋友 然後不願意讓大家探索自己的興趣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民法上面 這個18歲你要去做什麼 還是要家長簽字 不然要找個人假結婚 那不然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這個充分地去realize 大家18到20歲 是自己能夠去探索人生方向的 這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做 很多向上的家長教育 要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這邊 就是青年發展上面 我們會盡可能提供大家 在18歲或18歲以前 就有很多可以做決定的機會 有14位朋友說 一直以來有聲音 要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言 甚至新加坡把英語定為第一官方語言 我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在國家語言法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狀況 就是說任何地區 如果好比像說阿美語 講阿美語的人超過二分之一 那邊就是那個地區 那個行政區的官方語言 公文都可以用阿美語來寫 所以我們的國家語言 其實已經不是以前定於一尊的概念 而是說任何一個地區 它很自然的 如果超過一半的人用某種語言 那個地方的第一語言就是那邊 所以它是一個很多元主義的 對於國家語言的看法 甚至我們公務員派駐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還得接受那個語言的訓練 不管是客家語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這樣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對官方語言的這個看法在鬆動 至於就是英語的部分 我自己是覺得說 當然在自動翻譯這麼盛行的年代 AI翻譯現在已經快要 不是快要 已經在大部分的文類上面 已經翻得比一般的這個 Native Speaker 如果沒有學過翻譯的話 AI事實上現在翻得 並沒有比較差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還是 一定要靠英文來當作 國際上面的通用語文 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們慢慢的好像 也不一定要往這個方向去想 也可以是變成是說 你如果對日語或者對韓語 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那是你對那個文化有興趣 所以你透過學這個語言 找到你相近文化的朋友 然後去融入那個文化 那如果完全只是工具性的使用的話 我反而覺得極其翻譯 可以解決大部分 我們目前就是 專業上面的一些需求 那當然我也同意說 目前英語當然還是很強勢的一個語言 尤其是你在做像 我做資訊科學 如果不會英語的話 大概沒有辦法發表這些東西 它是那個學術界的語言 但是我覺得跟我們現在所謂的 官方的國民的這種使用的語言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就是說你進入這個社群 學術社群 或什麼別的社群的時候 這個社群世界上用英文 那你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用英語 但是我們實際在官方語言的定位上面 我們會希望是 實際在那一個行政區裡面 生活的人 他用什麼語言 拿兩三個語言為多 那甚至新住民他的 就是家鄉的語言為多的話 我們就會希望說 那個地方的官方語言 是哪一個地方 所以這是目前的想法 有一位斜槓請點現身說法 說台灣現金的房價居高不下 炒房問題嚴重 以年輕人來說 買房的負擔遠遠超過過往 不知道我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確實我們那個時候 做那個實價登錄的視覺化 就是G0V之前 G0V為什麼會成立 其實有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實價登錄網站 就是不是很好用 然後就有幾個公民黑客 自己弄了 爬了這邊的資料 然後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實價登錄網站 那但是當時的內政部 就是的反應是 覺得說這個流量這麼高 一定是什麼駭客攻擊之類的 反正推給駭客攻擊就對了 但是他們就是 就把他們的這個文字的資料 或者數字的資料 都改成圖片 然後就不讓這個公民黑客 去去進行這個視覺化的工作 那因為 這樣子就惹怒了很多人 所以 這些人 就因為憤怒而聚集在一起 然後就是G0V 第一次黑客送 那當然 從那個時候 就2012年底 到現在 中間經過非常多事情 實價登錄網站也好 我們當時說 不開放的 像故宮的圖片也好 或者教育部的字典也好 現在全部都已經是開放資料了 所以可以說 我們已經大獲全勝了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那個 Motivation 還是在那邊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實價登錄 透過讓買房的人 或者讓 不要說買房 就是任何對房價有感興趣的人 做政策的人 Ours這些朋友們 他能夠更透明更課責 就是更知道說是哪些因素 在影響房價 他就比較不會有 因為資訊不對稱 而造成的炒作的現象 那這件事情 我們確實看到當實價登錄 融入各大房仲 甚至各大這個租屋者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無潮運動者的這些 朋友們的網絡之後 確實他讓 speculation 就是讓炒作這些事情 確實是有和緩 那甚至民間的一些 具體的一些訴求 像什麼食品跟虛品 什麼陽台 雨遮 什麼東西 都被放到房價裡面等等 那實價登錄平台 也不斷地在更新 讓大家能夠看到食品 而不是只是虛品而已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在努力 就是讓炒作這件事情 變得比較困難 它的cost會比較高 那但是 但是當然在某些 已經飽和的地方 還是就是比較困難 那這件事情 當然它牽涉到社會 住宅政策 或者是牽涉到整個 都市發展的政策 所以我對這個的想法 其實就是網路取代馬路 我很多很好的朋友 他們其實是 就是賺蠻多錢的 就是網路工程師 設計師這些朋友 但他們就是住在 生活品質非常好 網路非常快 但是道路非常不太通的 像坪林啊 或者是更深山一點啊 有人住到信賢區啊 等等的 就是泰雅鄉啊 這些地方 那它很enjoy那個 自然的環境 跟那邊的人 那但是它就是 完全用寬屏網路 來取代馬路的 這樣子的生活 那它的租金 可能一個月是兩千塊 或者是之類的 就是它完全沒有 這個我們這邊的 所謂的住房問題 那這也是一個想像 就是說我們如果 讓寬屏做一種人權 你不管在更偏向的地方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寬屏網路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 一定程度上去減壓 那當然這個 講到首都減壓 當然我們院長 最近去中心新村也說 那我們讓台灣的 政治首都 也不要只有一個嘛 有些去中心新村 有些去高雄 然後慢慢就分散 台灣的這個 大家都往台北集中的 這個壓力 那這個只是比較長程的 可能跟國土計畫 比較有關係 那這個就比較 沒有辦法在現在 時間裡面講 但是如果感興趣的話 歡迎關注我們的 國土計畫法 有時候的朋友 想要知道說 對法律跟科技之間的關係 有什麼指教跟建議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科技的發展 它常常就是超過 法律的制定者的想像 這個是已知的一個狀況 但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是說 好像科技的工作者可以說 因為科技很有效率 比現有的法律有效率 所以大家就不用守法 大家就只要 就是用科技就可以了 這樣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在處理 Uber進入台灣的時候 大家想法就是說 法律是要調適 但是不是為了單一的大公司 或者平台而調適 而是我們集中所有 有利益關係方的思考 就是所謂集思 把大家的共同價值找出來 然後廣益 就是找到對大家都好的方法 包含什麼納稅納保納管等等 那我們這些policy maker 就是做政策的人 就是把大家的公事 翻成法律的語言 我們有效的 好比像說每個禮拜三 我在空總的office hour 就是不斷的review 目前做社會創新的人 哪裡又被法律所踩到了 但是我們這個review 都是完全株子稿是公開透明上網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 厲害關係人的意見 那當然我也不是只在台北 我每雙周的禮拜二 也會在四個不同的聯合服務中心巡迴 那像我去花蓮的時候 台東大學的朋友們 也會透過視訊來加入 所以我們就會是三個地方 可能在花蓮是這樣一桌人 在台東是這樣一些人 那在台北就是有12個不同的部會的 跟社會創新有關的承辦都在這邊 那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 透過我的這個巡視吧 實際去present他們在當地 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帶我去他們的田裡 去他們的實際的部落裡面等等 但是我們透過這樣子一種 即時視訊記錄的方式 就讓台北所有的十幾個部會 都看到實際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會要求說 這邊所提出來的具體的問題 我們兩個禮拜之內一定要做初步回應 然後兩個月之內一定要解決大家的問題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不斷巡迴 然後兩個月之後又回到同一個地點的方法 去找到說 在民間的這些科技的這些創新 它已經超出了當時法律的制定的人的想像 但是這些其實也不是法律規定不能做的 它只是法律當時在做的時候 沒有想到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 所謂的這個新創法規的沙盒的一個平台 就是所有透過這種 不管是逐字稿或者是我的巡迴 或任何其他方式 讓我們知道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就會在母法跟子法 沒有特別叫他不能做的情況下 去鬆動之前的函食 或者鬆動之前的個案的解釋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合法的去應運 那這件事情跟我剛剛講的 就是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或者AI的創新實驗條例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這邊這個所謂6到12個月的違法期 那個就是說現在已經明確是不合法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一起共創 來調整這個法律的這個實驗期 但是在以前很多新創 或者一些社會創新 它是一個灰色地帶 就是它可以解釋成合法 也可以解釋成不合法 那在以前公務員如果解釋成 它是不合法 它是沒有成本的 如果解釋成合法 它要簽幾個章 這個它可能要花兩三天的時間 所以它往往就是 往就是打 就是比較保守的打法 就是它就說好 那你就不合法 這樣子我就最沒有風險 可是現在它的狀況是反轉過來 有這些平台 有這些煞合法律之後 它如果說那這是合法的 我給你一個函食 讓你用試辦或什麼方式來進行的話 那我只要花三四天的時間 但是我如果說不合法的話 你馬上就進入煞合這個程序 我要陪你耗六個月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承辦 現在有這個煞合的機制之後 它寧可去說 那我讓你合法 而不是說我說你不合法 然後就要開始 陪它做六個月的這個煞合的實驗 所以這是目前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讓科技 不是只是單一的產業 也不是單一的科技的業者 而是說當它應用到社會上的時候 透過這樣一種巡迴 所以跟煞合的機制去試著釐清 然後讓法規能夠即時的去update 另外朋友問說 台灣的電子支付是否會發展 還是會有大量的支付軟體進駐台灣 我們這邊先區分一下電子支付跟行動支付 電子支付是基本上不是用現金的 都是電子支付 所以你用油油卡 E卡通或者隨便什麼東西 那個信用卡 感應式信用卡 那些都是電子支付 因為它不是紙 不是紙就是電子 但是行動支付這邊是說 你是用行動載具 是它本身可以去做一些生物特徵驗證 或者是掃條碼 或隨便什麼方式 它總之它有運算能力 有一個運算能力的載具 你用它來做支付這個 我們目前是叫做行動支付 台灣電子支付 事實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因為這樣行動支付 除非它的使用者體驗比電子支付好 不然大家就不去用 台灣就是這樣子 那行動支付最 就是penetration 就是使用率最高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一些非洲國家 因為他們未潮非常的猖獗 然後提款機 也不一定提得出真潮來 事實上可能很 就是走一長段路是沒有提款機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行動支付 尤其是用手機簡訊為基底的行動支付 幾乎是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法 所以我在院裡這個 有時候會跟同事開玩笑說 我們如果這個立法禁止便利商店 附設提款機 然後我們宣佈這個一年之內 不抓偽巢 那這樣我們行動支付 瞬間就上來了 但是 大家可以理解到 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 所謂社會創建 意思是說 它真的能解決社會問題 才叫社會創新 我們如果是為了充某個KPI 那那個事實上 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一個行為 好 我說在台灣 完全沒有意義的行為 在別的政權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邊 並不會去排斥說 任何支付系統 不管是什麼 Apple Pay Sanson Pay Line Pay 還是這邊講的 就是北京方面所做的一些系統 其實它只要有基本的 資安的一些要求 好比想說它透過FIDO的這個驗證 或這些驗證 我們並沒有特別說 我們在排具哪一家的這個 行動支付的一個軟體 但是 反過來講 它當然要有資安隱私這些要求 這個部分我們是會要求的 但是我想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它真的要比電子支付方便 大家才會去用 所以我們從政府的角度是說 我們有更多的公共服務 讓大家能夠用 如果愛用的話 來用行動支付 不管是公共運輸 或者是一些民生的付款 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是開這個可能性 但是如果大家還是覺得說 本來有一張卡很Comfortable 這樣我們也不會強迫大家一定要剪卡 或者是強迫這個便利商店 一定不能放提款機 所以就是說我們還是要 滿足社會需求的創新 才能夠慢慢的融入社會 我們不會就是覺得好像硬要拼某個KPI 然後就要求大家一定要剪卡 我們並不是這種社會 有12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在體制裡面擔任政委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分享一件事好了 因為現在是這個報稅季節了 所以我通常會分享 這個我們的報稅軟體的這一案 這案其實很有意思 這是我們辦公室 大概二十幾位全職 然後三十五位大學的實習生 其實我們辦公室滿大的 的這個朋友們一起凝聚出來的 我們辦公室的共同價值 所以我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建立互信 那在建立互信之外 我們要培養社會創新 就是公民社會的這個能力 那往內我們要讓公務員的 作業流程更輕鬆 那我們會吸收公務員創新的風險 然後來推廣社會服務的價值 這個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類似李易廉恥這樣子的東西 那但是大家看到的可能比較是外面 黃色的就是我們實際在做的事情 然後以及綠色的就是我們實際 產生的大家在網路上面 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些文件 那在後面是有這樣子的核心價值 那這個核心價值它就體現在 好比像說我們在推動這個數位國家方案的時候 我們會很看重就是公民社會的意見 他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上面有事沒事就會有五千人連署 然後要跨部會的朋友們來回答問題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部會都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他們是專責來看這種公民社會 一下子冒出來的議題 而不是透過立委或者透過主流媒體來的這些議題 所以像這一案 它根本沒有連署到五千人 大概五十人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部的那個開放政府聯絡人就說 這個大事不好 對 那就是因為去年在報稅的季節的時候 有一家廠商叫Oracle 它把我們在Mac跟Linux上面用的那個報學軟體的架構 叫Java Applet 它把它契用 契用就是它不再支援了 那所以大家用Mac或Linux報稅的時候 就會看到非常非常多個安全性警告 然後你要花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才能夠完成報稅的工作 那又很不巧 可能無區國稅局的某一位朋友說 你就跟朋友借個Windows就好了 那所以就導致這個民怨沸騰 所以當時就有這樣子一個連署案出現 叫做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這個是已經 我已經把這個比較難 這個難聽的字眼都沒有在這個截圖裡面 那所以當時這個留言區充滿了負能量 負能量破表 好 那在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就在這個PO的約會 這就是我們的財政部當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就說那我們現在就來跨部會進行一個協同工作 那這個協作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個口訣 就是會朝的小孩就要進廚房 就是會朝的小孩不是給他糖吃 而是說大家進廚房要一起來做糖吃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馬上發了一個邀請函 給這50位已經負能量充滿的朋友們 說這個大家都獲得一張邀請函 這個歡迎幾月幾號到我們的跨部會的工作坊 來一起改善我們的報稅軟體 就是非常神奇的就是說 忽然之間我們那個網路聲量就翻轉了 本來是九成負能量一成正能量 馬上就變成八成正能量 大家都開始提出很有意義的這個批評指教 只剩兩成的負能量所以還不錯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坊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在這個連署平臺上面 具體的留言都把它透過服務設計的精神 然後透過一張一張的便利貼 去把它貼到整個報稅軟體的服務的過程裡面 那整個都是直播的 所以我們就從就是一開始受到宣導 安裝使用憑證登入等等 我們是完全沒有去就是sensor 就是完全沒有去做言論審查的 所以如果你的留言是寫字報多 或者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是原樣的這個貼在 對貼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做這個服務設計最重要就是touch point 就是我們在某一個接觸點上面 使用者的情緒要能夠越來越好 但是有位朋友告訴我們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這個系統它一開始使用者的情緒是在低點進場 我們當然很難說設計說你報完稅之後忽然心情變得非常好 發喜充滿對國家充滿奉獻的精神 超過我們設計師的能力 但是至少說你不要在中間本來已經心情不好還要更不好 對不對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樣子一場共同創作工作坊之後的具體結論 就是我們要再開五場共同創作工作坊 對裡面的每一個vertical去很細的去進行共同創作 那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包含我們的五區國稅局的朋友們 關貿的就是廠商的朋友們 我們的PO 然後我們的引導員 我們的炒得最兇的這些朋友們 就發現說這些朋友之所以炒得最兇 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專業 就是不管是設計專業 城市專業 或者是他是部落格就是他很會寫字很會做communication 所以覺得我們的宣導實在是不及格等等 他們之所以炒這麼兇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比我們專業 所以把他們都邀進來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今年的報酬軟體這個就長這樣 所以去年是長左邊這樣子 然後今年會長右邊這樣子 那重點並不是說配色或者它的字型或怎麼樣 變得比較好 其實你只要砸錢大概就可以做得到這樣了 而是說這個過程大家都有參與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都更了解說 我們報酬軟體它事實上是怎麼樣運作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裡面有一些資訊專業者的加入 所以這整個案件它的建置成本是負的 因為我們找到了透過雲端的動態負載平衡的一個方法 來提供使用者介面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拿節省的硬體成本裡面的一個零頭 去做這個設計的改善 所以整體來講財政部是覺得很滿意 因為很少有這種這個project它的就是cost是福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很印象深刻就是說 所謂會炒小孩進廚房這個概念 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而是說在大家關注的事情上面 真的能夠集合這些專業者朋友們的貢獻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一起把報酬軟體變得更好 然後從公務人員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這些朋友真的不是來找麻煩的 當你用某種方式去引導大家的力量 能夠彼此貢獻的時候 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真的可以一起做出有意義的東西來 而不是只是就是謾罵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具體的回答 我們還有15分鐘 所以接下來我就問題可能沒有辦法念出來 我們就快問快答 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念過大學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基本上概念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課題 你也找到了研究團隊 那其實在那個研究團隊裡面 你能扮演的角色 跟你在進入業界裡面 你想要做某些社會影響力 或者是你想要進行某個社會的改變 這兩個其實是不一定有可比性的 因為這個關係到你想要得貢獻的形態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就是想清楚就好了 我並沒有這個對你的生涯有那麼大了解 我沒有辦法幫大家去做生涯上的決定 其實我一直在做的題目 大概從十五六歲開始 就是做同一個題目 學術上面它叫做scalable listening 就是說把人跟人之間兩個人互相傾聽 注意力很專注在彼此身上 然後慢慢的到有一個會議上 面對面會議的引導 可能二十人左右 你還可以透過小組引導的技巧 讓大家的注意在彼此身上 但一超過這個就超過人腦的負荷 那大廠收斂大概最多到一百人 那就超過主持人的能力 那我在研究的一直都是說 我們怎麼樣用子通訊科技 像Slido這種 是讓我們的注意力能夠更專注在事情 而不是好像一隻滑手機去搶走我們注意力的這種 我們叫做輔助式的或者ambient 就是它是周邊的這種寧靜的科技 是用這樣子的技術來讓大家的注意能夠更在彼此 而不是更被打斷 那這個是我主要的研究領域 所以其實我不管是不是在正位這個位置 我都是還是在做相同的事情 那像為什麼用Slido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 因為大家用手機 像我是沒有帶手機的習慣 我今天也沒有帶手機過來 但是我了解有些人有帶手機的習慣 然後會有可能一個小時沒有站可以按 或者沒有這個留言區可以滑動 就會感到就是不太安心的 這樣子一種上癮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為什麼我常常在課堂裡面 一開始就用Slido 而且一開始就讓大家按讚 就是去怎麼講 徵收各位的手機 然後讓大家的手機可以少一些時間 少一些時間在Line或者在Facebook 或者在那種跟今天的討論沒有關係的地方 而多一些時間 但是大家還是相同心理急轉 你還是有讚可以按 你還是有留言區可以留 但是這個東西是對這個討論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是我主要的研究工作 那當然有非常多的別的軟體系統 是我參與開發的 所以這個東西不管我當不當政委 大概都是這樣子 只是說在政委這個角色裡面 我比較快速的能夠去調動 像五千位連署的朋友們 一起來試用新的系統 那也跟大家一起來創作這樣子的系統 所以它其實跟這個位置 並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應該是說大家等大睡前 讓我來全職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 大概是這樣吧 有十四位朋友想要知道 我曾經遇過的人生低潮 以及對低潮的人生體悟 我自己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我在十二歲 心肢中科缺損心臟手術開刀之前 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到我小時候大概四五歲左右 那時候醫生都還是跟我家人說 他如果能夠活到能夠動手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動手術 那要是不行的話 可能有一半的急遇就沒有了 因為年紀太小是不能動 那個心臟手術的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 心理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小時候啦 就是說我不知道我睡著了 然後起不起來 那所以我後來當然十二歲 動完手術之後就沒事了 那去這個西藏啊 去什麼地方都沒有高山疹 因為已經習慣這個低血氧的這個環境 但是我的這個心理習慣都還是存在 所以我每天在睡前 就是我最低潮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會充滿了那個 明天不知道行不行啊 的感覺 這個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那所以我是怎麼去 cope 就是去調適呢 就是說我在睡前 我就會把我所有的email都回掉 我的inbox一定是零封信 那我所有的to do 就是所有今天 真的就是今日是今日比 所有能夠做的事情我就會做完 不能做的事情我就會都交給別人 然後所以我的to do那邊也會清空 那所以就是email都清空 to do清空之後 然後我才放自己去睡 然後覺得說我能夠公開的都公開 能夠公信的都公信的 行不來也沒有關係 好 那所以一醒來之後就會 我又都賺到一天 這樣的感覺 所以每次醒來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心情的最高峰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昨天的事情都已經清完了 我今天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第二個事情說 它比較沒有情緒上一種累贅 好像是昨天帶著這個遺憾 對不對 這個睡不瞑目 對不對 一起醒來 是在一個已經清掉 昨天的事情的情況下醒來 所以就是說是成功的把這種 周期性的 以天為周期的低潮 把它變成是一種 說到做到 然後今日是今日必須 這樣一種 感覺上就充滿正能量的 這個工作方法 就是說每個人他心裡的 我們說創傷 或者是一些負面經驗 其實只要能夠給他一個名字 那給他一些標籤 就是說 腦裡在這些不舒服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一個名字 然後知道說 之前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透過哪些方法走出來的 這樣子不但能夠走出來 而且也可以像現在這樣子 就是分享給大家知道 大概是這樣 VR其實我們現在滿大規模的在運用 VR他其實在早期 為什麼 VR在早期 他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就是如果你有一根線的話 那他的正確度是滿好的 但是行動受到阻礙 那如果你不是一根線 而是把手機放在眼睛前面的話 那他的逼真的程度有限 然後你也不太能夠移動 在大概一直到去年為止 大概都是你要在兩個模式裡面去挑一個 所以是大幅限制 就是你在這個世界裡面 能夠是多人的經驗 那單人的經驗 好比像說玩遊戲 做模擬 觀光 教學 這些大概都不是問題 但是當你是一個多人 一起加入一個虛擬世界體驗的時候 本來的這個硬體限制 就會發現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那到今年的時候 當然一方面硬體上面有突破 就是像VIVE Pro這種東西 它是可以是有一個無線模組 然後它的解釋度也變得相當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在社交上面的應用 就是我們到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在這裡面 好比像說我現在如果戴一個VR 或一個MR的HoloLens這種眼鏡 我就可以看到 這邊空的座位上面 忽然坐了另外一個教室的人 就是把兩三個場域 疊合在一起的這樣的東西 現在開始出現 而且也很多是open source的 就是你不需要花錢就可以取得 像我一直在貢獻的一個high fidelity high fi這個社群 就是到今年開始就變得比較成熟 所以當我們所謂的social VR 我覺得是接下來的很主要的一個應用 就是我們在VR世界裡面 我們是用來更接近彼此的生活經驗 然後用更自由的方法來彼此互動 而不是好像每個人用VR 就是自己關進一個小房間 然後就自嗨這樣子 所以它越social我覺得它應用就越好 那這個是我自己目前看到一個延伸的方向 資訊開放跟隱私權之間是怎麼取得平衡 基本上沒有什麼平衡的問題 就是這兩個是互相加強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隱私架構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去談開放的 那在這裡有一個圖示 就是我們所謂的開放資料跟個人資料 它中間其實是沒有重疊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些個人資料 然後政府出於業務需要 那來幫大家做儲存的話 這個東西是不會變成開放資料 所謂開放資料 它就是大家都可以取得的 本來就可以公開的 那個是叫做統計資料 就是台灣有多少人口 這種東西叫統計資料 但是你的個人資訊存在政府這邊 政府只是幫大家存而已 所以這兩個是不重疊的 如果這個大家有看到是文氏圖 就是劃成三個圓圈重疊的 那個是邪教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各資保護跟開放資料的 這個區別要弄得很清楚 那另外就是說 個人資料要如何變成統計資料 那之前大家有一個想法 叫做趨識別化 那識別化有各種方法 好比像說把大家就是的人口數算成 每個人算成1加1一個人 那這樣子的一種統計 它當然也是一種區別化的方法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是想要知道 某些社會因素中間的關聯性 那這個關聯性 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讓擁有個人資料的機關來進行運算 那反而我們開放的是演算法 那我們就可以讓這個演算法 有點像資安工房一樣 讓大家先看到說這個演算法 它是算出來那個結果 是沒有侵害隱私的 它是一個統計的演算法 然後讓擁有個人資料的機關 去運算之後 再把這個統計的結果 發佈成開放資料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說 你簽一個什麼保密協議 然後你就可以來看 這個我的個人資料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我們可以讓學界 或者讓一般的公民社會 都看到更好的統計演算法 那這個統計演算法 隨著它與時俱進 那這樣子的個人資料 它統計出來的東西 就能夠更切合 就是跨國之間做一些比較 做一些趨勢分析 等等的這個做法 但是最後開放的 還是這個演算法 跟這個統計資料 而不是個人資料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方向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歡迎關注總統杯黑客松 這個是我們現在 有很多民間的朋友 跟就是機關一起提案 然後來一起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那在這裡面就有很多 是對於統計資料的運用 跟資料新型態的一個運用 那大概是 感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問題 我不知道 對 那因為對我來講 台灣是一個地理名詞 就是說我並沒有覺得說 台灣是人類的 我的這個想法是叫做Deep Ecology 即使是在就是政務館裡面 應該也是非常另類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400萬年前就有台灣了 那我們人類現在是這個Ecosystem的一個 算是守護者 看守者 那但是400萬年以後 可能這個也不是人類的 我們要維持這個永續發展的情況 一直到下一個智能物種的出現 不管是AI還是別的自然演化出來的物種 那所以我因為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看我們能夠做的貢獻 所以我反而就是一直在一個 比方說從國際太空站 然後看地球 其實你看不到國界的那樣子的方式 在看我們能夠做的貢獻跟這個Ecosystem 那當然我們目前所做的這種創新方法 它是奠基在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等等的這些自由上面 那我覺得這些自由 至少以我目前在做研究工作 這些自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當然會盡可能的 不要讓這些自由被compromise 那但是至於說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上面的政權 你要把它叫什麼名字 我實在不care 所以這並不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話題 但是我比較care的是說 我們在做創新的這些自由 要怎麼樣去保持 而且我們在這個自由的過程裡面 去創造出各種 讓大家更能夠一起決定 彼此未來這個方法 怎麼樣去影響整個世界 或者影響整個文明 那如果它剛好可以影響 北京政權的朋友 那是他們的工作 這不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是在持續的 對這個社會這個生態系有貢獻 然後把這個貢獻的方式 分享給就是下一個文明 但是 這是比較另類的想法 但是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好 那接下來還有42個問題 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了 因為我們時間就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可以一句話的回答的一個問題 好的社會企業 這個是可以一句話回答的 就是一個好的社會企業 它就是它的社會使命 或者目的非常的明確 如果它是合作社 它應該寫在合作社的名字 跟章程裡面 如果它是NPO 應該寫在它的這個 NPO的章程裡 如果它是公司 像我們新的公司法 也可以讓公司公佈 自己的社會使命跟章程 那有這樣子的 明確的使命的企業 它就是好的一半 那另外一半就是說 它在實際運作的過程裡面 它真的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它造成了什麼社會影響力 要不斷的跟利害關係人溝通 要不斷讓大家知道 那所以它的使命的 這個鎖定跟揭露 然後它的社會影響力的 它的責性就是說到做到 我覺得這兩個就是 社會企業好的部分 但我不會說 你要解決哪些社會問題 才是好的社會企業 我覺得這並不應該 是政府來做的 應該是任何致力 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自己去挑選自己的社會目的 好 大概就今天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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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